各位同學好 我們今天讓各位同學了解一下 教育部大專校院的校務公開資訊平台的資料 怎麼樣去做簡單的運算 而且開始練兵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各位可以把這個open data的網址把它點選之後 在網頁上面可以點選 進來之後是我們的校務資訊 校務資訊裡面包含了教學的很多的資料 再來還有學務的資料 還有各校的財務的資料 都可以去看相當的不錯 那你也可以去做選擇 做查詢的條件 但是沒有關係 在這邊一個下載區 他可以下載所有的資料 那資料包含了Excel跟CSV等相關的資料 你都可以下載 那我這次的範例呢 是下載學生的人數 Excel檔下載 下載下來之後呢 老師是放在我自己的這個 Working directory下面的 data的這個資料夾裡面 那是studentrpt01的這個檔案 Excel打開來之後呢 那掌聲就是這個樣子 好那資料有多少筆呢 大概有三萬七千多筆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呢 各位一下就知道了 我們要用了我們的表頭的話可以用嗎 表頭這個地方用不到 對不對我們的表頭應該是這個地方 那這些地方呢都是多餘的 所以說我們要去做清楚的動作 那同樣一樣也這邊看一看 也要把我們自己相關的資料大概描一描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當你拉到最後面去看到的時候呢 後面這邊資料也是不對的 這也是我們不需要的資料也是可以去刪掉的 但是這原來的資料其實是還可以保留 我們可以再重新建一個這個工作表單 然後這個原始的可以留起來 那這邊是老師已經是處理過的 已經處理得非常乾淨的 這就是我們的表頭 第一列就是我們的表頭 好那這邊老師教各位 其實以後有其他的方法都可以 這是老師的方法 你們自己試試看 按滑鼠的右鍵之後呢 我們就去做移動或是複製 一個這個工作表 那當然我們就把它建立一個樣本 好建立樣本 注意這邊建立樣本 按確定 它會就產生了第二個 好 那第二個我們把名字改起來 STUDENT Cleanup 好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表單呢 我們拉到第二個地方 好 等一下跟各位去講為什麼要拉到第二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是老師已經修改完了 以後你們修改完其實也就是第一個了 好 那怎麼做呢 因為最後面這個已經是不要的 我們就是在第三萬七千六百行這個地方呢 把它整個mark起來 這邊是我們要刪除的 好 那這邊就很乾淨了 很乾淨的你可以按 那邊 那邊 Ctrl HOME可以回到最前面 Ctrl AND可以回到這個表單的最下面 好 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好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這一行是我們不要的對不對 我們可以試試看 我們可以去把它刪掉看看 有沒有問題 刪掉 好像是沒有問題 對不對 那這個也是我們不要的 這個也是我們不要的 可是你不要說它會往上移了 所以說有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乾脆就把它 就把它清掉就好了 好 清掉完了之後呢 Excel裡面比較討厭的一個就是 跨欄之中 還有合併儲存格 所以說這邊相關的 合併儲存格呢 我們通通都要把它取消掉 好 取消合併儲存格 好 這邊就取消合併儲存格了 那同樣一樣 這三個呢 我們把它Copy起來 把它貼 貼到 上面 同樣一樣 這個 我們也把它取消 合併儲存格 這邊本來三個是合併儲存格的 那現在這第二列已經是可以不用了 跟它Say Sayonana 好 這個時候是不是表單就很乾淨呢 就是我們要的 欄位名稱 roll data都很 OK 好沒有問題呢 這時候你就可以去做一個存檔的動作 好存檔完之後呢 那這個 所以說這個資料 1跟02其實是一樣的 好 OK 老師把這個 當然我們還是先不要關掉 好 先縮起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R裡面 我們怎麼去做 處理 首先我們先知道 這個是我們的 Working directory 還記得吧 我們去 set as working directory 把它 進成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的資料是在哪裡 也是在這一個工作目錄下面的 data 的這個地方 的這個檔案 好 這個檔案 所以說呢 請各位呢 我們先把這個 這個位置路径寫好 檔名呢 也寫好之後 除以大小寫有區分 好 然後我們用一個變數 叫做 file path 路径 屬於什麼 university student的這個變數 好 老師習慣可以用這個點 來去代表變數 變成一個readable的 一個valuable net 好 OK 我們現在把這個 路径 已經記載下來了 那我們先來看 其中一個非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這邊我們因為要讀取 Excel的檔 還記得我們 Excel檔以前要做什麼動作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Excel檔 好 Excel檔呢 我們用的方法上次已經教過了 所以說我們用 套件2 第二個方法 這一個rexl的 這一個library 好 那也一樣我們這邊當然要先去做library的呼叫 好 好 再回到這一個平台上面來 好 接下來我們第一個指令呢 就是去check all sheets in an Excel spreadsheet 好 這工作表單裡面到底有幾個工作表 這個 spreadsheet 裡面有多少個shoot 好 那我們執行這一個 這個就是叫做Excel sheets 請跟我講 Excel裡面有多少個shoot 有多少個工作表單 好 看一看 123 這個就是老師剛剛跟各位講的 123是在哪裡 就是剛才這個Excel裡面的呢 第一個表單 第一個表單 第三個表單 所以它可以去抓到 你目前有三個表單 那我為什麼要把你們放在第一個表單呢 因為這邊有一個預設字 Default to read the first sheet 讀第一個 當然讀第二個第三個 老師之前教過的 你自己去做 我只把它全部讀進來都可以 那any我們現在只要讀第一個表單 進來就好了 那第一個讀表單呢 我們用這個變數叫做University Student 的這個變數去承載 好 記錄 那怎麼做呢 是叫做reExcel 你看多麼簡單 就好像講話一樣 Please read the Excel file for me 好 那接下來這個引述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你的file pass 我們剛才設定的這個 file pass在這個地方 好 對這個file pass university.student 好接下來我們去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看一看 它就會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global environment 的這個walking space裡面 好讀進來了 好幾筆 三萬七千五百九十六筆的資料 我們看一看 進來的資料 O不OK 欸還不錯 這個head都讀進來了 而且是中文的head 我們看看它最後一筆的資料是幾筆呢 最後一筆資料呢 是3750 37596筆 那我們看看是不是 這個Excel裡面 當然資料進來之後 你要看看對不對啊 37597筆 欸 差一筆 對嗎 各位別忘記了 Excel的錶頭 它是有編號的 好 所以說我們再減一 Bingo 就對了 好 資料是沒有錯 37596筆的資料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怎麼樣去做處理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 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這個名稱呢 盡量不要用中文 那但是這個案例是用可以中文 所以說中文也是可以的 但是其實比較不建議 好 OK我們來看一看 那Names就是把這個變數的欄位名稱呢 全部都秀給你看 123456有10個的變數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希望就是要把我們的這一個資料呢 轉成英文 好 轉成英文可以用這個指令 變成英文的變數 變成英文的變數 但是因為老師後面的程式呢 並 我看看有沒有修改 欸 我這邊有修改了 我這邊因為是有 等一下 我是這邊看一下 老師這邊因為有去做修改 好 我們現在先試兩個給看 第一個呢 我們先不修改名稱 仍然用中文的給各位看 好 給各位看一下中文 嗯 不對不對 有有有 這個名稱還是改成英文版的 好 改成英文的 那英文怎麼改呢 很簡單 Google就會幫你了 當我們把 打了這個Names出來之後 我們就中文 Copy起來 好 Copy起來之後呢 我們回到這裡 去找Google 我們去找Google的翻譯 我們去找Google的翻譯 好 Google的翻譯好了之後呢 OK 來直接把剛才的那個字串貼上來 中文翻譯成英文 好 哇 Google怎麼這麼爛 翻不對啊 怎麼都是school呢 老師也很lucky 我只把一個字改了 就把字的 把這個學 去掉 它就翻出來了 呵呵 好玩吧 好 Anyway 這個可能是它的bug吧 可以跟它講一下 好 OK 我們去做複製的動作 那這邊的字串呢 就出來了 好 我們可以用到的 好 那這個時候老師 做一次給你們看一看 好 怎麼去做 嗯 做Name Names U-N-I-V-E-R Students 這個沒有錯在這邊的 好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看 去做 這個 轉換 好 這個時候貼過來 貼過來就可以用嗎 當然不可以用啊 還是插了標點符號 好 標點符號 標點符號 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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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依然還有都好 沒完沒了 最後一個 好 完了之後再來看 因為我們的名稱不可能有空格 去把它去掉 而且它翻譯的還不錯喔 而且它都已經有大小寫幫你做區分了 好 好 所以說其實你看 這個我們稱為叫 get data 的處理 process 其實是 有時候是曠日費時的 好 OK 好了之後呢 我就執行這一行看看 是不是 我是在執行這個Name 就在這裡 對不對 好 我們是剛才自己鍵的 是實地鍵給各位看的 我去run一下 好 出來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看 540行 OK沒有錯了 改成英文的 這一個 變數名稱了 好 接下來我們想想看 因為我們是東海大學 我們想要看看 東海大學的這些學生的分佈情形 或者是相關的資料 那同樣一樣 要抓東海大學呢 我們當然原始的資料要去看一下 等一下會跟各位去講個叫做 Subset 紫集合 什麼是紫集合 我們先從Excel裡面這邊來看 Excel裡面這邊有三萬七千多筆的資料 是非常大的資料 也不算小了啦 好 這麼多資料 我只要取東海大學 取東海大學 你想想看哪一個 你可以去用學校代碼 像正正大學呢 是00001 你也可以用學校來看 那老師習慣呢 用代碼 好 那東海大學呢 當然我們就往後面去找了 好 東海大學是私立學校的第一個 反正國立完了之後 應該就在這裡 好 所以可以看到東海大學的代碼呢 是1001 記得了 好 就是1001 好 這時候回來我們這一個裡面來看 好 怎麼取一個Subset 這個指令以後做資料處理的時候 還會做詳細的解釋 反正用到其實就用了 好 OK 我們原來的Data Friend是在這個地方 University Student 好 我們現在要取什麼呢 取Subset 從這個University.Student的這個Data Friend裡面呢 取Subset出來 取的條件是什麼呢 來看一下 條件就是我們的University.Student的變數裡面 這個變數 school code 什麼是school code school code 就是這個地方 school code 其實就是學校的代碼 好 有沒有錯 沒有錯 school code是學校的代碼 學校的代碼 等於 注意 在去做邏輯判斷的時候 等號是要寫兩個 等於等於 不能夠只有一個等於 好 等於等於什麼呢 我們的變數就是 1001 1001 你也可以看看這個school code的代碼 到底是integer呢 還是character 可以按這個地方 school code 因為它把它轉成的是character 所以說老師這邊是用字串 把它用雙引號引起來 假設它是number的話 你可以不用雙引號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把這個資料叫回來 把它縮起來 取一個subset 那這個subset呢 我就叫做university.student.thu 東海的學生的資料 一共有三萬七千多筆 我們看東海有多少筆的資料 取進來之後呢 這個就是university.student.thu 有四百五十一筆的資料 觀測值是有這麼多 Valible一樣是十筆 所以說也可以過來看一看 東海的資料有沒有都進來 有沒有抓到了其他的 比如說冯甲 淡江 這個也就是電腦好的地方 如果說這個男女朋友都是那麼忠誠的話 說一就是一的話 那這樣真的是欠向太平了 所以這電腦不會出錯 除非你跟他講錯了 好 接下來我們先想想看這個四百五十四筆的資料呢 我們再取一個subset 當然了這個subset 其實你還是從原來的subset 也是可以 只是說你再多 多取一個這個student就好 只是我們就是讓各位去練習 反正取完一個subset之後再取一個subset 那這個subset名稱呢 我們取吧 支管系 還有統計系的 都把它 交進來 好 這邊我們剛才看一下 這四百五十一筆的資料 東海大學沒有錯 department 這個名稱 系所的名稱是東海各系所 沒有錯 而且它還有這個叫做academic assistant 就是代表它是 呃 硕士班還是學士班 甚至是有博士班的 好 接下來我們的指令呢 也很簡單 當然這個變數就自己定了 我們的THU會面多加 im.sta sta就是統計 好那一樣去取subset 那我們從哪裡取呢 就從原來東海的這個subset universitystudent.thu 那我要下的條件是什麼 就是原來student.thu裡面 department name等於 注意等於是兩個等於 等於這個也是一個字串 等於資訊管理學系 而且 因為我是兩個 兩個是or 或 或的話就是這一橫槓 or就是這一橫槓 而且這個department name 也是有等於統計學系的時候 就把這兩個系所抓回來 好 你看抓回來了 就有原來的三萬多筆變成400多筆 那現在變成20筆的資料 20筆的資料我們來看一看是不是只有統計系 對資管系的學生 沒有錯 好接下來我們再來做更進一步 一步一步萃取出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也可以把硕士班的學生把它抓起來 因為我對這個塑班的學生的這個入學人數的消長呢 有興趣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我們的這個customer 這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客戶群 好 接下來一樣 好 那還是取subset 好 取哪個subset呢 當然也是從thu裡面取subset就可以了 你從原來的這個im.sta的也可以 好 因為本來已經取好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取什麼subset呢 取的subset呢 就是從原來的universitystudent.thu這個subset裡面 好 取完之後取它的department name 當然就是這個 這個 指管 好 那我這個名稱呢 就叫做im.s 好 as student 這是屬於 資訊管理系的學生 而且是碩士班的 好 而且這邊來看一下這個叫做and 且 又是指管系 又是碩班的 指管系學士班的要不要 不要 指管系的博士班要不要 賣工啊 我們沒有博士班 好 接下來看 好 你看就是4筆的資料 沒有錯 4筆 為什麼就是4個年份 01 02 03 04 指管 東海 塑班 沒有錯 這就是人數了 還有包含男跟女 好 接下來我們取統計系的 一樣 一樣畫葫蘆 統計系的也出來了 也是4筆 統計系的 好 剛才重計系的這個是我們 指管系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還是要回憶一下 我們剛才這個資料抓起來之後呢 呃 我們就可以去做應用 好 我們先來再看一下這一個我們的 欄位的名稱 好 接下來怎麼應用呢 老師做個很簡單的一個視覺化 Google Vis Google的這一個視覺化的一個套 同樣你要去做 Installation 好 接下來老師把它呼叫這個套件 Library進來 好 那這個 Google的 Vis的套件裡面 有一個叫做 GVis的 Motion Motion 它可是 它是互動式的 Motion Chart 做一個這個圖檔 好 而且是移動式的 好 好 那這個以後還會再教我們 只是先應用一下 好我們先來看一看 從哪裡抓進來呢 我們從 這個 好 University Student 枢管系 跟枢管系 塑班的情形 好 前面剛才的抓 統計系和個別抓 這個統計系 還有枢管系的 就不管了 那是沒什麼關係 這只是讓各位練習而已 重要是這個 thuim.st.g graduate 的資料 好 而且是從這個地方 好 那各位試試看 抓完之後呢 就是這吧批的資料 所以说我们的资料处理的DataFrame是在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你的这一个变动的ID在哪里 我变动的ID希望看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歪走了 变动的变数是什么呢 变动的ID就是DepartmentName 我们想要看看资管跟统计系 这两个DepartmentName这两个系组的相互的一些参数的情形 那我的TimeVariable是什么呢 TimeVariable我们用年 我们用年 年的话因为有四个年度 01,02,03,04的年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 好来我们先来看执行 资讯之后呢 这边就是存成了一个M的DataFrame 不是DataFrame 开一看一看 它的M1 看看它的DataType是什么 它是一个List 而且是属于GVS的 好那刚才因为它是用Google的套件 所以说它的DataFrame是用List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你们就自己run一下 它的Structure到底长得怎么样 好这不管了 最后我们把它画图出来 用Plot Plot 把M1这个画出来 画出来呢 其实它会直接去Google Chrome去教用这个程式 但是注意 假设你的预设的浏览器不是Chrome的话 IE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不会出来 因为它supposed就是Google的资料 好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找一找 我们它这边可以去做选 但这是在刚才那个DataFrame里面的所有的这一个参数 我们可以去找Total总数的差异 总数的差异 那这个是从101年度开始 这个多少呢29 这个是34 你先看2934是在哪里 29跟34 29的话是统计系 在101年度的时候是29位 支管系呢是34位 好因为这个中文有一点点的问题 老师还在这处理当中 我们先来找找看 这个是支管系 我们来看看这个支管系呢 它的分布图到底是长得怎么样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谁呢 这个是统计系 统计系是黄色的 那支管系呢是这一个 这个34是黄色的是统计系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按一下Play 好你看到没有 其实我们就由原来原始的资料 那八个 八个行列的资料 你看看就可以知道了 它一个的趋势 有没有 从这里来看的话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视觉化的感觉 各位 假设我今天给你像这样子的资料 你有没有任何的想法 一看的时候 凶凶的时候 你根本不会想到 有什么观念 大概就是29 34 人数怎么样 可是各位想想看 这个就是我们视觉化 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资料分析的好处 当资料分析出来 完了之后 我们刚才经过了那么辛辛苦苦的 资料分析之后 你看我们的资料 可以很呈现的 在这个表单上面 可以去做一个呈现 好 那我们重新再画一次给各位看 一样 我们现在这个不要 让它更干净一点 但是这边有个trial 就可以看到它的轨迹图 好 我们的轨迹图 有没有发觉到 资管系的人数呢 是慢慢慢慢慢慢的往上升 代表我们在 我们的轨迹图 研究所方面的人数呢 招生还算是可以 可计统计的人数呢 确实逐年的下降 其实我在这边也要为统计系去做包取 其实我们现在的data 很多都是用统计分析的方法 而且我觉得统计我现在越来越喜欢 希望他们的人数也可以跟我们人数一样 逐年的成长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的案例 那其他各位还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也很好玩 假设你的老板 没有耐心 你要快一点 这边你可以把它 可以拉快一点 往上走 你看 它就很快 你老板没有耐心的话 看结果 好 那接下来你还可以开始看它的统计分析的图表 这个 长条图 原来两个人 都差不多29跟34 可是呢 你看经过时间的变化 你可以更慢一点 经过了时间的变化呢 我们的人数呢 去慢慢慢慢慢慢的增加 那却 这个 统计系的人数呢 却慢慢慢慢的减少 现在还在101 102了 好 我们来让它快一点 我是比较没有耐心的 对不对 好 我们用快的给各位看一下 一看就知道 一个的成长 一个的消退 这个就是我们视觉化 以后将来的 这个视觉化的美 那当然你也可以去用这个 长条图 曲线的这个 可以去看到它的这个曲线 那这个是一直往下走 那我们呢 是持续的往上上升 好 那今天呢 就是我们跟各位去讲到 这个 呃 补充 这一个 教育部的大专校院 资讯的公开平台的 Open Data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听到这里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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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